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史上最贵的手表已经诞生了 就是这个已故的奥斯卡影帝保罗纽曼他带过的劳力士 我们提到劳力士是很多人所喜欢的 而劳力士他成立已经超过100年了 全球最顶尖的歌剧院都指定要用这一款钟表 而金导奖的导演更是他的爱用者 不要说这个导演了 政商名流都是指定要佩戴他 而我们刚刚提到保罗纽曼的劳力士他带过的 这时候拍出了最贵的价格也就是5.3亿的台币 劳力士他其实也非常喜欢制录电影 像007或者是一些动作片 大家都也可以看到劳力士表款的身影 那看完最贵的表之后 我们来看世纪之车就是福斯金归车 也出现很多在经典的电影画面里面 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被誉为世纪之车 全球销量就超过2350辆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小小的外形非常可爱 所以身手不少人喜欢 但是这80年金归车已经将要停产了 很可惜他也在去年宣布 这个金归车要禁止进口台湾了 虽然是很可惜 不过也是造成抢购风潮 车子卖得很好 现在精品除了限量之外 还要够清明才可以 法国大牌最近是宣传在日本东京打造快闪电 主题就是玩具店 电动玩具 里面有夹娃娃机 还有赛车小游戏 闪烂烂的商品 随你挑 重点是全部都免费 直到这个月的11号就结束了 妙思女神奇拉奈特利将品牌香水 高雅独特 完美绽放 百年历史的法国精品 行销手法入境随俗 打造东京元素快闪电 可爱的桃红色 店里还有特色电丸 男女通吃 例えばこちらは 电动机台设计摆上五颜六色唇彩 赛车游戏放着品牌logo方向盘 就算不爱电动的女孩都会想坐上去过过瘾 闪亮亮的商品一字排开 边玩边试用 让消费者甘愿掏出荷包 这台夹娃娃机更吸睛 铜板价格各式各样的化妆品随你捞 但手脚要快 否则只剩小物纪念品 法国精品无所不用其极 看中日本人最爱的地区限定风格 在银座推出全球唯一的纯高贩卖机 刷卡付费 没有贵减 照样吃心疯 这回的元素快闪电 直到3月11号 百年精品永远走在潮流尖端 厂商赚宝宝也成功炒热话题 三连新闻李惠平报道